救護車到廠將倒地不起的工人 抬上單架送上救護車 救護人員同步跟在單架旁實施CPR 工人沒有意識 移動也不動 他和其他兩名同事 從近30公尺高的工作平台跌落 傷勢嚴重 其中一人當場死亡 重大的公安意外 發生在南投這間焚化爐工廠 當時這三名工人坐上起重機 升到工廠上方 依次要搭建鍋爐鐵架 起重機的掛欄卻不慎搖晃 造成重心不穩 三人從近30公尺高的平台摔了下來 頭上沒有安全帽 外加裸上身 沒綁安全帶 完全沒有任何防護 從五六層樓的高度衰落 三人頭破血流 其中一名59歲陽性工人 腦漿外溢當場死亡 另外63歲的許姓工人 55歲的理性工人 則是失去呼吸心跳 緊急送醫 搶救無效 患者到院前已經明顯死亡 初步檢查是兩側肋骨多處骨折 併發氣胸 血胸 三名死亡的工人 來自彰化一間外包廠商 國慶日這天 來到南投這間經營長達30年的 焚化爐工廠作業 卻遭遇死劫 究竟三人是因為沒有防護摔死 還是有其他原因 勞動部跟警方正在調查 這次鄭偉翔連結金單景全南投 採訪報導 消贈 消贈 消贈